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我是Judy 国际经济数据方面美元会加跌至两个月低位 加上市场揣测即将公布的美国原油库存将录得下跌 国际油价周二只跌回升 创下十周新高 美国烈油厂传统上在夏季进入维修期 供应将会减少 可能令倒油品库存大幅减少 也支持油价上扬 港股方面摩根塔通发表报告称 随着估值触及30年低位 香港房地产市场存在大量被低估的资产 预料会吸引大股东趁低吸纳 在开发商和业主的资产净值与总市值相比 平均低63%之计 现金充裕的香港地产商可能会抓住估值便宜的机会 购买资产进行股票回购或替掉少数股东 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总市值约1.1万亿元 总资产净值约为3万亿元 这意味着有大量被低估的资产可供大股东选择 A股方面 内地6月新增贷款胜预期 人民银行公布 6月份新增贷款3.05万亿元人民币 高于市场预期的2.32万亿元 上半年新增贷款15.73万亿元 按年增2.02万亿元 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4.22万亿元 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1.55万亿元 6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65.45万亿元 按年增长9% 此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 在促消费政策轻型车国六实施公告发布 多地汽车营销活动 企业新车型大量上市的共同拉动下 上半年累计实现较高增长 6月汽车销量按年增4.8%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35.2% 汽车出口增长迅速 对市场整体增长贡献显著 中期协数据显示 6月中国汽车销量262.2万辆 按年增长4.8% 按月增长10.1% 今年上半年累计汽车销量1323.9万辆 按年增9.8% 6月新能源汽车销量80.6万辆 按年增长35.2% 市场占有率达到30.7%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374.7万辆 增长44.1% 累计市场占有率达到28.3%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开始起跑线 再见